好嚴重耶 你怎麼會燙到大腿內側啊 很大片耶 就是泡泡麵的時候 那個熱水整個灑下來了 大家平安 我是王中的醫師 大家好 我是小雨 上個禮拜呢 我在醫院裡面 有個燙傷病房的小朋友 到我就會診 那我就看到這個小病人 他手上被一個熱湯燙到 我就好心疼 突然想 我的頻道好像可以來做一集 跟燙傷有關的內容 剛好就認識了新朋友小雨 小雨你今年幾年級 要升國一 小雨在去年才剛好有一個 哇 蠻嚴重的燙傷事件 所以就由他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當時發生的狀況 而且當時發生的時候 聽說爸爸媽媽還不在身邊 你是自己處理對不對 就是一開始我燙傷的時候 我是先一直用水沖 然後你燙到哪裡啊 就是大腿 大腿 啊這邊有照片 有圖有真相 哇 蠻嚴重耶 你怎麼會燙到大腿內側啊 很大片耶 就是泡泡麵的時候 那個熱水整個撒下來 哇 好像是這樣 啊你怎麼 你那個時候是在 那時候在下令 下令 所以就是大家要 要這個泡泡麵的時候 你是傻了嗎 要拿的時候 然後我覺得很燙 所以我就把手放開 整個就倒起來 哇好慘 你那時候穿長部還短褲 短褲 短褲 所以燙到我那一剎那 你怎麼樣 你有嚇到嗎 腦子空白 然後呢 從來想到要趕快去沖水 所以就跑去洗手台 就是先用水潑潑潑這樣 然後一直大叫 哇 當然是像這樣子 還是只是啊 就是啊 你怎麼知道一開始要沖水 學校有教 有教 那個五字訣 衝脫泡麵手 所以你那個時候知道 嗯 了解 他說你沖水沖 沖的時候 你有開始脫嗎 就是熱水它 褲子濕了 所以就黏在皮膚上面 所以 所以我那時候只能隔著衣服沖 然後之後是 大人才拿剪刀來把 那個褲子剪開 燙傷的五字訣 就是沖脫泡蓋送 所以小宇已經做好第一步 學校有教 先把自己的燙傷的部位 在清水下大量的沖洗 所以沖水這個動作很重要 前三十分鐘這個沖水 就是要把那個熱帶走 如果說我們沒有這一個 把熱帶走的動作的話 有可能這個熱的傷害會繼續往下 那你燙傷的成績就會增加 所以就是讓這個水不斷的流 不斷的流這樣走 所以小宇那時候做的事很正確 妳那時候有水泡嗎 有 這個照片就是 本來是在宜蘭的醫院 然後 後來被車送回馬街 然後這是 爸爸媽媽在馬街醫院幫我拍的 在宜蘭那時候 去醫院水泡有幫我戳破 然後呢有 有用鑷子把那些皮夾起來 喔懂 所以是在醫院用無菌的方式來處理的 不是說妳自己沖水的時候自己把它捏破這樣 喔不是 對是這樣 好所以提醒大家在沖的時候 我們不要沖太大力 或是刻意把那水泡弄破 其實就是大致上有流動的水把熱帶走就可以了 欸醫生那如果說我想要冰一點 所以可能去拿個冰塊來之類的去冰服 這樣好嗎 冰塊我覺得有點危險欸 會不會本來是燙傷然後變成凍傷 所以原則上用冷水就好了啦 喔 好那脫 妳知道為什麼要把這個布料剪開 或者脫掉 嗯 應該是比較容易去沖水之類的 喔 最重要的是因為 如果你等到它傷口已經開始有一點點凝 怎麼說凝固不是 就是傷口之後會越來越黏 可能會把妳的衣服黏進去吃進去 所以趁著一開始的時候慢慢把妳的這些衣物脫掉 才不會後來要把衣服脫掉的時候 砂又一層皮被撕下來 所以在水裡面就是慢慢的把這些衣物弄掉 嗯 那醫生就是我們已經好不容易把這個衣服把它脫下來了 那為什麼之後還要蓋再蓋上一個棉布之類的東西 嗯這個問題很好喔 因為我們已經沖脫脫掉了 然後泡蓋為什麼要再蓋上撕紗布 一方面是為了要減少後面也有髒東西跑上去 因為你要做救護車要運送啊 傷口上蓋的東西才不會讓妳又不斷的又接受新的髒東西的刺激 另外呢蓋上去的這一個材質我們就要特別注意了 可能是如果有乾淨的這種紗布是最好 但如果沒有就是棉製品 比較不會妳到了醫院用一層衣服黏在上面就是不OK了 所以那時候妳蓋的是毛巾嗎還是妳蓋什麼東西 那時候就是脫掉之後然後一直沖一直沖 然後救護車來然後他們就直接把我抬上救護車 嗯所以妳已經不太記得蓋什麼東西了 上車之後車上的醫護人員有幫我用生理食鹽水再沖一下這樣 那個護士用生理食鹽水沖洗妳的傷口是很正確的 你知道有些人會在上面塗一些奇怪的東西嗎 有聽過 聽過 什麼 牙膏醬油各式各樣的東西 醬油是為什麼 嫌自己皮膚不夠黑嗎 牙膏不OK 拜託齁 那個雖然涼涼了但是它那個涼不是真的涼 它可能會刺激你的殺口甚至會有細菌跑進去 至於其他這個各式各樣的廚房裡找到的東西 什麼滅粉 太白粉 醬油通通都不OK 不要自己隨便亂塗東西 就用生理食鹽水沖洗或是清水沖洗 或覆蓋一個濕的這個毛巾濕的乾淨的棉布 這樣就可以了 一般來講我們都說就是送到有燒燙傷中心的醫院 不過一般人也不會知道哪裡有 反正就讓救護車帶你去適合的醫院就對了 那到了醫院以後醫生有告訴你你是第幾度的燙傷嗎 像剛才這個畫面你知道你是第幾度嗎 醫生有幫我擦這個白色的好像是什麼 青創藥膏是吧 這就是有抗菌的效果了 然後那時候在聽爸爸媽媽媽 就是醫生有跟爸爸媽媽講說 我這個是 深二度接近三度的燙傷 深二度 哇 那真的很深耶 你看一下 一度的話就是表淺 只有在這個表皮層的地方受傷 我們很多人都有一度的燙傷 覺得說不小心摸到電鍋 0.05秒 那個就是表淺 但如果說到了淺二度的灼傷的時候 可能就已經進到正皮層 那時候就會有水泡 所以你那時候邊邊有水泡 邊邊是二度 但是深二度的灼傷 就是已經沒有水泡了 看起來有點白白的 剛剛畫面上這塊 這個就是已經深二度的燙傷 那如果是第三度的灼傷 那就是整個真皮跟表皮 通通都已經不行了 那麼就會傷害到底下的一些毛囊 汗線啊 皮下組織這個地方 我們一般來講如果只是泡麵 或是熱水燙傷 大概就在一度 前二度 深二度 然後第三度這樣子 第四度大概要用火災啊 比較多 那你在醫院的時候 那個過程 有沒有跟大家講一下 在馬街弄完之後 就是讓爸爸媽媽開車帶我回家 然後一開始的話 還是去醫院換藥 然後大概是經過一個禮拜之後 才待在家裡這樣 對 一開始先去醫院 讓醫生觀察這個傷口狀況 也教爸爸媽媽怎麼樣換藥 所以之後就變成爸爸媽媽來處理這樣 痛不痛啊 換傷口也痛不痛 很痛 就是跟一開始剛燙傷在醫院 用那個蓮蓬頭沖水差不多痛 那除了換藥 OK 然後休息 爸爸媽媽如何控制你的食物 比如說哪些沒有吃 哪些不能吃這樣 爸爸媽媽會給我多吃蛋 因為醫生說要補充蛋白質這樣 不太刺激的 例如太鹹 太辣 太酸 還有有色素沉澱的 例如醬油之類的 其實我們之前 愛家好醫生的節目 有訪問過一個小朋友 他是臉燙傷 然後他的爸爸媽媽 在恢復的過程當中 給他吃超健康 然後他恢復得很好 其實看不出來 我們要看一下這個VCR 他那時候大概就這麼高 是 那就不是這個炒菜鍋了 不是 是C種 對 炒菜鍋 還矮嗎 炒菜鍋 然後就下來了 對 就零 嚇壞了 真的 都去菜市場買新鮮的活的鱸魚 然後每天燉粥 燉湯給他喝這樣子 那時候只能用罐的嗎 對 有一個大罐 對 有一個大罐 對 有一個大罐 然後又在水果啊 我們算最嚴重的 可是其他小朋友 比較三四歲那些小朋友 有些被燙到手指啊 或是腳啊 他們其實都沒有我們嚴重 可是後來病情卻一直惡化 導致他們本來不用直皮的 變成要直皮 是 所以你們在旁邊有觀察到這一點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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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給我小孩吃這麼新鮮 然後你怎麼吃這種垃圾食物 可是那些家長心裡覺得說 因為他很痛苦啊 讓他快樂一點 對… 沒有 他說他不吃 怕他不吃 對… 對 怕他不吃 這真的兩難耶 對 怕他不吃 後來就沒有直皮 然後又要穿彈新鮮 後來也不用 對 他自己的皮就長好 對 你們那時候有喝很多乳魚湯 或吃很多魚嗎 沒有 就吃蛋這樣子 就是吃蛋 然後其他跟平常差不多 媽媽有讓你吃麥當勞嗎 沒有 薯條炸雞都沒有 沒有 好多的這個家庭都沒有吃這個油炸的醋 我覺得因為小雨剛剛都看到的 都是他燙傷的這個照片 他現在恢復得很好耶 你看這個是他現在的狀態 我們其實現場就可以看得到 撥起來啊跟看起來 真的恢復得很棒 欸我們有前跟後 你自己覺得咧 你恢復得好不好 我覺得已經好了 但是媽媽說 疤痕還沒消掉就是還沒好 所以我們兩個會吵架 我會說明明明明都已經好了 也沒有什麼不方便了 為什麼還要再擦這些藥 但媽媽就是說 你疤痕還沒有消掉就是還沒有完全好 媽媽就是好還要更好的意思啦 那這個疤痕有沒有造成你現在的運動的傷害 或者是有什麼不方便 因為我知道有些人那個疤會緊緊的 會讓他動作會不舒服 沒有但就是燙傷的地方 現在不會流汗 所以汗線還是有點受到損害 運動的時候然後坐機車的時候 就是燙傷的地方要躲在那個影子裡 就是說怕曬到太陽 然後呢就是會像其他地方一樣曬黑 然後氮化藥膏它的效果會減緩 這一年下來 你有沒有什麼話要跟其他的小朋友說 就是有一個重點是 如果有在吃泡麵啊 湯不要裝太多 不要讓你是熟受不了 鬆手對不對 就大事不妙了 所以小宇也從這一年的經驗當中學到了 有很多生活當中危險的 可能會導致燙傷的 譬如說碗 鍋碗瓢盆或是熱水爐 他現在都會特別注意了 讓他的生活經驗來提醒每一個小朋友 就是盡量在有熱水 熱湯 熱水爐這種 但爸爸媽媽每天尊尊告誡的 這些東西的危險事務的時候 真的要特別的小心 當然也提醒大人 在不管是夏立營啊 家裡也要出去玩的時候 眼睛還是稍微低一下 不過真的發生了 請不要忘記衝脫泡災中 這五個字真正該怎麼執行 腦海裡先演練一下 而且你看你的孩子 其實他記得 他就會第一時間做出正確的抉擇 水龍頭打開 就先衝 然後開始大叫 讓大家來救你這樣子 好 我們非常謝謝小宇今天 跟我們分享燙傷的話題 幫我宣傳一下頻道 那大家也不要忘記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也不要忘記追蹤 我們黃聰靈醫師的健康講堂喔 他只要拍發電話喔 他沒有要黃醫師啊 你要怎麼辦 所以我躲開啦 所以我躲開啦 這個事情也會被按燙 那麼好 你好運 Count お別的 這麼多晚 好運 好運